这儿的咖啡是最便宜的 嗯 十块也就是五块人民币 喝杯茶水 得规律性的吃药 嗯 所以说呢 就就就 我妈也是 是吧 我爸也是 高血糖很麻烦 那这边的医疗这块就是 医疗 能疗医疗吗 对医疗是这样 全民医疗保险 嗯 就是说你得病了 你就挂号 就可以了 这是最基本费用 然后到了医院住院 所有这些 通通不需要自己花钱 这是最基本的 公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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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感觉公立医院条件还不够好 你就搞报这个私人医疗保险 像 对的 discovery 那个去办这个医疗保险之后呢 你可以享受更好的这个私人医院的护理 但是呢 但是呢 费用你 这个像六十岁左右的人 基本上每个月要交一千五百兰特 也就是七百块人民币 一千五还是少的吧 一千五算少的 一般 这个像我这个年龄 这个像我这个年龄 也就是交个一千八左右 就是这样 可以包你住院 不用花一分钱 可以包你住院 不用花一分钱 不花钱 基本上就是这样 一千多块 一千多块 大兵 这个国家的这个医院 就不花钱 就不花钱 其实他也包治百病 啥都给你管理 包括住院在内 时间啊 要紧啊 对对对 只是说呢 嗯 你感觉那是 这人有钱人的习惯 还要办一个私人保险 就希望有自己的私人医生 可以随时思绪 哦 这样 就是这样 私人保险贵吗 这边 啊 年轻人五百块 人民币差不多了 嗯 全包吗 呃 他的标准不一样 这个这个 因为在我们 也挺复杂的 我们在月宝有了解 他们那些朋友 年轻的 对对对 比我们还小 90后 对 他说一个月交三千多兰特 这有点过了吧 对 那个三千多兰特 嗯 还有那个水也交得挺多的 对 呃 艾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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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不是没有找对啊 我太太才交一千 他们也有提到这个一千多的 她说可能保的不是那么厉害 年轻人根本没有必要交那么多 一千多兰特也就是七百多左右人民币 是完全是很好的保险 基本上可以花到几十万 包括你有疾病 或者都可以用直升飞机 或者其他的这个专业工具 这些费用都是全免的 都是全免的 那他们可能是这样 报的很多 像我们之前在约宝有去见一个中国朋友 受枪杀的 然后没有买保险 可能上五百万 那这个厉害 私人医院 两个月已经花了上五百万 那这很重要 那可能有可能这个一千多的就不能全保 可能 这个就就这是属于意外商 对 但是但是你这个时候就体现这个保险 你一千多 你可能只报一份 那还有两百多万谁报 是不是对自己就得掏 那可能三千多的保险 对 可能就完全难够 你记住 一分都不用花 国外就是这样 一分价钱一分货 对对对 你花多少钱 享受多少这个保险待遇 那是那是有精计算 精算师测算的标准 这个没有稀里糊涂的 没有 这很厉害 那就是说相对来说你正常就一千多块钱 对对对 看你自己选择嘛 正常也就是五六百人民币 七八百都不得了 对对对 都不得了 这个本身就很多种保险本身后面都有精算师在做 都有精算师在算 你几十兰特的也有 对几百 对对对 几千都有 对对对 看你自己选择 就像国内保险准备 五八八门 你精 你身体很好 你觉得没有必要保个低 低的 低标准的最基本标准 我说的都是基本标准 这个就无止境的 你这样 土豪还有买个几千万几亿的保身价保什么的 对 没法说的 没法说 这个说不来的 不可能一个这么这么发达的国家 我现在说南北都说发达了 就两三种保险 不止一千多 那他的医疗水平呢 哦 医疗水平南非很厉害 手力心脏 换心脏是在南非做的 换心手术 这个 教授那这个您是不是吃不了 我吃不了 我血糖高不行 那要不点几别的 没关系 我就吃个简单的 这个还行 可以可以 这个还淡淡的 这其他看起来 腻腻 给你 哈哈哈 他们蛋糕做得很好啊 嗯 这这算是 他们的 那我这个 这算是很普通 很普通 嗯 嗯 很普通的 嗯 嗯 在这里面应该也有点特色 哈哈哈 还有还有非常头端的小吃 嗯 小吃 这里 挺多的 我等一会儿领你们去个咖啡吧 好 到那我们去坐一坐 坐一坐 国外反正喝咖啡 对对对对对 那能喝七八次 对对 这个叫做 到那个地方呢,就是说你感觉到非洲和西方文化的一种巧妙结合 和后工业化时代的一种,就是说我们称之为后现代艺术 那个时期的一种特殊表现,既怀旧又现代,既摩登又传统 这个你到那儿,我刚才想想,我主要等那个谁,等那个学生 他没有回我,估计现在正在聊,他一静音呢,基本上就没内容了 这个不能打扰,不可能说一会儿看回手机,一会儿看回手机 南非都要代表世界的说意 对呀,台湾人出的,是恒长本的一个南非的这个画册 恒长的,这样,有地图,有各个地区的介绍 所有一些台湾族的,我当时看了以后 我当时只能以图片潮 对对对,看了以后发现,南非确实漂亮,美得很 这国家真是不可思议 因为我们对非洲的概念全是沙漠,草原,荒芜之地 最好的就是马迹说那个相声,提到奇里马扎罗那个山,火山 坦桑的,那我们对坦桑有点印象,另外我们建了坦桑铁路 其实坦桑铁路我去年和我们美术学院的一起考察过了 做过一些,做了一段,基本上它是一个相当于有点半运作的情况 很多路段呢,必须定期清理,它那个非洲植被啊,上了以后呢 你要不清理,那个路是走不通的,说它经常走的就几十公里的路段 我们坐了几十公里,那是我们考察的路段,考察到一个工业运输的 这样的发货的这个倒查,就是,然后考察了它的火车站 整体来说,没有据说,达到这个我们的预期的最后的运输的标准 它主要是有一段路,海路的运输打通之后,陆路运输,这个铁路这一块呢 就不算太重了,作用不那么明显 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我们当时援助它,我们用掉了我们的这个国库的这个外汇 是用掉了将近三分之一吧 三分之一,那是非常大的援助 而且我们的这个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在那儿 牺牲了六十多位,六十五位是六十八位 我们还到墓地去调研一下,看看他们的这个墓地 另外参观了他们的这个援助非洲的一个展览馆 一个展览馆 那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早期的原非的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 非常重要的历史 这个当时是毛泽东批复的,毛主席批的 这个也算是一个重大项目 对,切入非洲的开始 对,切入非洲的开始 那么迄今为止呢,我们和这个坦桑的关系 友谊还是非常深厚 我们还参观了他的艺术学院 就是说德勒斯萨拉姆大学 德勒斯萨拉姆大学的美术学院 美术学院的条件当然和我们国内没法比 他们的学生所受的教育呢 整体程度看着呢,比较初步 比较初级 雕塑的成品只能用水泥来做 不能和南非比啊 不能和南非比,没法比 真的 南非的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各方面的设备配备非常齐全 比我们国内 产商还算中等呢 还有别的非洲国家 你过去会看着流泪 对对对,还有更差的 但是他们也有艺术表现 但是你别看那个大学,他培养了好几位总统 这个 也培养了一些艺术家 这个 非洲这么说吧 有很多有待开发的资源 文化资源也好 自然资源也好 经济市场也好 这个非洲人口大概在十一亿多 好像是十一亿多人 十一亿多人,还没有中国人多 但是它的地域是中国的好像是三倍吧 中国 整个面积的 这个所以说呢 开发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刚后面也是松滞 不好意思 哦 哈哈 自然的非洲 是的 没事 你给他一个什么小东西 他可能还来吃呢 他是不是吃这个 还真吃啊 他怎么知道的 他一直在盯着我们看吗 没有没有 一拿他也看到了 哈哈哈哈 他吃的好慢啊 他甜啊 嗯 一点一点的 小牙齿 走走走走走走走 他是尝着吃的 哈哈哈哈 他在这边喝咖啡 然后就碰到一些小东西 对对对对 猴子 你笑小心 沸沸 很厉害 很壮 两个缠导冲到我们车里面 哈哈哈哈 然后就车里面吃的 直接一拎跑了 拿了塑料袋拎走了 对 哎 连一盒糕咬都行 我妈拍下来了 拍了吗 太有意思了 刚好在开车 录影机等开的 哎呀太好太好 这都是完全自然状态的一个 这都是完全自然状态的一个 还有鸵鸟路上 对 有 嗯 他吃完了 他吃完了 你不敢让它们咬到你啊 你不敢让它们咬到你啊 你不敢让它们咬到你啊